中国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 您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感觉啊 有没有一种信息感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的这个经济数据啊 咱们国家的GDP达到了114万亿人民币了 增速是多少 8.1% 这个增速和国际机构的预测基本一致的 国内呢 一片忧虑的情绪下 外媒啊 对于中国的这个亮眼的经济数据啊 太羡慕了 艳羡 说中国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啊 说受益于动态清零啊 受益于控制良好 受益于全球经济形势普遍反弹 中国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而且这两把刷子一般人还真学不来 2021年GDP呢 全年咱们是17.73万亿美元 人均GDP达到了1.255万美元 2021年全世界啊 人均GDP是1.21万亿美元 这就说中国的人均GDP 第一次超过了世界人均GDP 这事说明什么 说明一身远啊 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说吧 人均这个GNI GNI就是国民收入总值和这个GDP差不多 超过了人均这个GNI超过了12,695美元 那就是属于高收入的国家 中国12,555.1美元 离高收入国家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现在已经来到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边了 2022年 我们没准就变成高收入国家了 变成高收入国家 我们的情况会发生什么变化 你心里笑的吗 抽象的数据看起来是抽象的 但是你现在看看周围 我们有很多现实的困难啊 就业的问题啊 关于你的收入的问题啊 关于房子的问题啊 看病的问题啊 所以应着呢 那句话叫做美好的生活的需要 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中 我们正在艰难跋涉 关于这件事 我请教隔壁王奶奶 老人家说了 悠着点悠着点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 领现金 und从这件事里的未经认 我也有多用